鱼雷作品 鱼雷作品 我是鱼雷 人之所以活得很累 是因为想的太多 身体累不可怕 可怕的是心累 每个人都有被他人牵累 为自己负累的时候 只不过有些人会及时地调整 而有些人却深陷其中 不能自拔 人不幸福 是因为不知足 幸福其实就是一种期盼 一种心灵的感受 只要用心去发现 用心去感受 就会发现幸福 其实一直就在你身边 一念之间相隔万年 人生是过出来的 更是选出来的 一念之间的抉择 你的人生格局就会变得不同 对于重要的人 不要信口开河 对于重要的事 不要头脑发热 人可以犯错 但不是任何时候都错得起 有些话一出口 就是一生的伤 有些事一出手 就是不能回头的路 在美好也经不住遗忘 在悲伤也抵不过流年 时间总是深邃 他左手拉着美好 右手牵着悲伤 美好不来 何来悲伤 时间总是无情 既生美好 何生悲伤 时间总是太急 来不及尽享美好 悲伤也已经消失 不要称怪 世事无情 一生太短暂 借看红尘 为淡解千愁 老四一无老四情 无苦击灭 到无知一无德 一无所得故 菩提萨多因 般若波罗 波罗 弥多 故 心无怪 无怪 故 有空 世上唯一永恒不变的 就是无常 多少人是 清净心血之后 却只换来一声对不起 你不知道他何时会来 何时会走 来的时候静悄悄 走时空留回忆 仿佛他来 只为窃走你一颗真诚的心 然后亡命天涯 无常的世界 只能随缘 随性 随心 随遇 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 才能守住得来不易的幸福 一切苦 真实不虚 故说 般若波罗 弥多舟 既说 周月 接地 接地 波罗 接地 波罗 三 接地 波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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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行 修一颗坦然的心 坦然就是自然 自在 一切发生如流水 抑郁收回 却是有心无力 让继承的事实 自然地来去 方能使我心 自在地呼吸 失去固然可叹 执着于失去 就是可悲 人生转眼已入荒年 黄土清肿 能有几人回 静心修行 让一切悲伤 化作坚强的盾 坦然地接受 才能自由地寻找 和接纳 吃闲点 看淡点 年少时喜欢谈梦想 长大了渐渐明了 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差距 心想事成 只是一种愿望 以心换心 只是一种渴望 磕磕绊绊久了 才勿得淡这个字 弥足珍贵 但看名利得福寿 但看钱财少灾祸 但看人情少纠结 但看得失得自在 但就是随缘 但是对拥有最好的珍惜 有缺失才会有希望 万物皆不完美 人生总有缺憾 我们要以完美的心 接受并不完美的人生 人生没有满分 就像背着一个永远 装不满的箩筐 因为装不满 我们才会不停地采摘 收获也才越来越多 所谓的完美 其实只来源于我们的心灵 只有真正懂得包容 不完美的人 才能获得更多的完美 缠心生 道乃正 缠心定 人自在 勿缠 是人生清醒的开始 缠机 寓于万象之中 要用心领悟 万象 皆是缠机的招式 不要亵渎 善 是缠的根本 学会用微笑 迎接困境 学会用宽容 包容残缺 不懂走路的技巧 会摔跤 生活总是在我们 最软弱的地方 给我们重机 令我们成长 坐一缠 行一缠 缠一人生 福在其中 我是玉雷 再会 鱼雷作品 我相信时 无言而闭设身影 无色声响未出发 无言解乃之无一世间 无名义无名机 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亦无老死亦 无苦几灭到无知亦无德 亦无所得苦 菩提萨多因般若波罗弥陀骨 心无怪无怪骨又恐怖 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主 佛因般若波罗弥陀骨 得阿多多罗三妙三菩提固执 婆罗波罗弥陀 是大神舅是大明舅 是无上舅是无荡灯舅 能处一切苦阵 是不许 故说波罗波罗弥陀骨 既说周月接地接地波罗接地 波罗森接地 菩提萨波罗弥陀骨